现在已经到了晚餐的最高峰 大家在愉悦的用餐 丝毫没有去注意 中间这位正在独自吃饭的男士 而一位年轻女孩的到来 让大家的目光稍稍留意了片刻 但没过多久 大家又继续投入到愉悦的用餐过程中 然后男网友和女孩 在聊天中开始表露网友关系 你爸妈妈知道你见网友啊 不知道 首先我出来见朋友 没必要跟他们讲吧 你说你说多少钱 七 你看起来像十五岁 旁观者也许是有点好奇 于是多看了几眼 我跟那个照片上可能长不一样 你小型照片人与他吗 我不是 我们加快剧情 男网友开始了他圈套中最重要的一步 庆祝我们第一次见面 以后我们要经常见面 来 可以 可以 爸爸爸爸 可以爸爸高兴 来 来 爸爸妈妈妈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旁观者 旁观者依然在观望着 在他们的眼中 也许这只是一次寻常的朋友喝酒聊天 你这个相爱比你那个视频里面太浪多了 男网友看女孩醉意不够继续劝酒 我来 来来来给我拿一瓶红酒过来 来来来小米来 为我们网友第一次见面 谢谢你这个对哥哥的信任啊 我 我不喝了吧 我 别喝了 哎 几分劝酒 这杯白酒我们喝下去 你要不就咱们尝一下看 看看能不能喝 几轮过酒 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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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见男网友的行为越来越红奋 这位男士拿出了手机 拍下了这一幕 女孩已经喝醉 男网友准备去把车开过来 好 你在这里休息一下 好吧 做吃点菜啊 好 当男网友转身离开之后 这位男士走了过来 但他的朋友似乎不想让他插手 紧接着 我们最好吃 他吃 他的情况 他要 服务员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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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们会管吗 这位男士沉默了片刻 这位男士沉默了片刻 出去了 我们工作人员办成的服务员派下了这样一段 从工作人员口中得知 他是在打电话报警 别担心 为了避免给警察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节目组已经事先与该区域的警方沟通过 这位男士回到了拍摄区域 他们在讨论着怎么办 他依然不安 又一次过来询问 此时男网友回来了 男士关心的询问变成了沉默 眼见时机成熟 女孩已有罪意 男网友准备带她离开 危险一触即发 要不这样吧 我们先回去吧 先到我里去 要不这样吧 我们先回去吧 先到我里去 回来 没关系 走走走 拿来 回来 我是他网友 网友是吗 等一下吧 干嘛 人家不想跟你走 这个我跟网友见面跟你有什么关系 人家不想跟你走 等什么 走走走走走 救命 人家不想跟你走 不想跟你走 我跟他认识好久了 认识好久了 认识好久了 他不愿意跟你走 没关 那就是他的自由权利 对不对 我跟网友见面 想跟他走吗 你想跟他走吗 放手 你要动手 你要动手 干嘛 放手 人家不想跟你走 放手 我没关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让大家紧张了 不好意思让大家坚持一下 其实他们两个呢 都是我们的节目里 会怎么做的工作人员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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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我 天哪 谢谢你们 为什么觉得当时 一定不能让这个男的 把女孩带走 因为刚才聊天的时候 这个小姑娘她说 这才是瓜 瓜葳才给我帅 是是是 那不会觉得有点担心吗 因为那个男人也挺壮的 而且重点是 这个我们还真不怕 她还没有犯罪 其实是未发生的状态 所以 那我在那里喝两句 也不爱她什么事 也不犯法 是吧 正是因为没发生 所以才更要犯罪 是啊 反正我要 马上就赶飞机了 发生了 你要找我也找不到 我觉得第一个 对任何事情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触发点 你想周围人都不这样做 然后我做了 我会很奇怪 事实上到最后 大家都站起来的时候 你看这个男网友 一下就处了 但是她还要哼哼几句 然后一个 比她更壮的人 站出来的时候 放手 她就往后退了 所以说在这个话题当中 就是说 你去见网友 你一定要在公共场合 还有 你要把你的真实意愿 表达出来 如果这个时候再害羞 别人帮不上你 就好像所有人都问她 你愿意跟她走吗 普通人问这个话的时候 比警察还管用 你看到了没有 这段看了我特别提起 谁说我们中国没爷们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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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